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司长 各位同学 各位来宾大家好 高兴今天�你请到我们的毛教授 还是我们的毛院长 跟同學們分享他的人生不容易學來的經驗 毛教授畢業於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列 後來取得在曼谷亞洲理工學院碩士 其實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博士學位 回到台灣以後 原本是在本校的管理學員 擔任過管理科學系主任及管院院長的職務 後來他從政的那一段 我想大家也都很清楚 最後是我們的行政院的院長 現在他已經退休了 依然毀人不倦 本校的終身榮譽教授 他才跟我提到他還要繼續做功德 會在本校繼續執教 我們真的非常的感謝他 大家知道 現在這個只要你retire 再回到學校教書的話 你的薪水最高不能超過多少 兩萬二 所以只能說做功德 我們也謝謝 謝謝這個毛教授、毛老師 他先後擔任很多政府公司 包括教育部主任秘書 次長、觀光局長、高鐵籌備處 銀行局局長、中華電信董事長 2008年就任交通部部部長 2013年改任行政院副院長 2014年就結任行政院院長 工作經驗豐富涵蓋餐觀區的三屆 曾入選國際智慧智能運輸大會的冰冷塔 厚厚費 並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 學會管理獎章的得獎人 因為多年來橫跨不同的領域 Gross Discipline 毛教授有機會利用聖職業 作為實驗平台來解釋 他所學的管理理論 同時又因為自身受過的學術訓練 可以在工作裡面 充分的驗證一下 所以他所得來的管理的 不管是從concept到執行 都是有經過驗證 2003年整理了 他對決策的經驗 曾經出版過決策這本書號 事隔15年以後 他以管理為主的主題再度提筆 今年年初呢 用我們交通大學的出版社出版了 他的管理一書 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學們有沒有讀過這個 根據毛老師最近40年對管理理論的思考和思路的心得 融會東西方管理的哲學 探索領導者決策力 我講兩個就是 第一個就是決策力 How to make a decision 下面是這個 執行力 How to execute 那麼 今天呢 我們的毛老師在百忙之中 回到學校 為我們帶來用事不用力的管理 希望藉此能夠增加 各位聽眾 不管是我們的師生 我們的來賓 非常好 來培養領導者的私語 現在讓我們一起用掌聲來歡迎 首先 謝謝校長剛剛的介紹 很高興 能夠再一次回到這個交大 那麼尤其是回到交大跟大家來談一談 我自己最喜歡的題目 這個管理這方面的議題 就像校長剛剛提到的 這個最近是由交大出版社 幫我出了管理這本書 上下兩策 上策談決策 下策談執行 那麼成門這個校長的邀請 今天在校長講座 來跟各位同學 各位老師 還有很多都是老朋友 這個一起來分享一下 我對於管理的看法 那麼今天的題目呢 我把它叫做用事不用力的管理 那以這樣一個題目為名啊 那大概也可以顯現我自己一個小小的企圖 就是我們來談管理 我們可以從一些比較不同的角度來談管理 那麼相對來講就是一般我們談管理 有些時候這個工作的推動上會很吃力 那我們現在呢可以來思考一下 有沒有用比較不吃力的方式 甚至於像古人講的 用四兩波千斤的方式來推動有關管理的工作 所以我們今天等一下要講的呢 大家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頭腦體操 那我想在做很多的同學或者老師 很多都是理工背景 我們學理工背景的人啊 我們要學個道理啊 第一個做的工作通常是導工事 所以今天呢前半段呢我們會來導導工事 頭腦體操導導工事 那麼從不同的角度來導這個同樣一個工事 一個管理的工事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會想辦法跟大家證明 所以我們辛辛苦苦導出來這個公事啊 其實是可以拿來用的 拿來可以來了解世界的現象 這個管理的一些作為 組織的行為 開宗迷 什麼是管理 管理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定義的方式 有人說管理就是規劃領導這個組織控制 那也有人講管理就是生產行銷 這個人力資源研究發展財務 所謂產銷人發財 那我自己對管理從實務上歸納的 覺得比較有用的一個定義方式是 管理把它切成兩段 前面一段是決策 後面是執行 如果你能夠遇到問題 知道你遇到的是什麼問題 能夠把它看清楚想清楚定義出來 然後接下來你能夠想出一套對策 可以用來解決問題 這叫做決策 另外呢你已經做好的決策 一個問題你已經想通了 是什麼樣的問題 要用什麼方式解它 之後你光擺在那邊問題不會自動解決 你要想辦法把你想出來的對策 要把它付出實施 問題才能夠解決 而且那個時候付出實施通常 大概都不是你親力親為 或者是個人英雄把它解決掉 通常你必須群策群力應用組織 所以第二個部分就是如何群策群力 把決策做過程做出來的 這個解決問題的對策 把它付出實施 這叫做執行 王陽明講執行合一 管理其實就是一個執行合一的工作 那我這邊是用一個乘法 等於Z等於X乘以Y 如果我們要把它拿來 放在座標上來分析 它會長什麼樣子 既然是公式就可以拿來分析 OK 我們把它放在一個直角座標上面 兩個相乘機出來的圖形是什麼 雙曲線 所以管理其實是在爬山 它一個座標是決策力 一個座標是執行力 你要爬到山頂 你這兩個力都必須要夠力才行 如果你只有執行力很強 但是決策力根本是 ABCDEF很差 你這個時候是決策力弱 格局不足 執行力強也沒什麼用 你還是在山頂底下 另外一個 你決策很高明 但是你執行力很差 一半都做不出來 你一樣是在山頂底下望風星探 所以只有A加的決策力 乘上100%的執行力 你才可能攻頂 你要攻頂 必須要A加的決策力 百分之百的執行力 你才能夠攻得到山頂 所以管理這本書 他在寫的就是 把決策把它展開來 變見識某段 把執行 我們從因緣成果的角度來討論 今天我們大概這兩部分都會涵蓋到 不過決策一般在大學裡面 東西方大學都還有人開課 教這個課程 執行 你可以看一下 東方西方海峽兩岸 沒有哪一個管理學院 在開執行的課程 所以我們要來談執行 就必須要從零做起 所以我們要開始來導公式 我們公式從哪裡導起 我們稍微sexy一點 我們從王國維下手 王國維有一本非常有名的書 叫什麼 人間磁化 1908年寫的 他是報上連載 最後把它編輯起來 他提到一個人生三義境 他的三義境是什麼 他是個拼裝車 把三個宋朝的大辭家 辭人 艷蘇 劉勇 興契集 昨夜西風雕碧樹 獨上高樓望進天涯路 第一境 第二境呢 衣袋見寬終不悔 衛衣笑得人憔悴 第三境 眾裡群塌千百度 目然回首 那人正在燈火南山處 這三個意境 為什麼在今天導我們這個執行公式的時候 會被搬出來講 為什麼 因為 第一個他認為 這是一個 任何人 你要立功立德立言 你都會經過這三個階段 而這三個階段呢 其實也可以有科學解讀 一個比較晚的一個瑞士的心理學家 社會學家 Garahan Wallace 1926年 他提出創意的過程 是準備 醞釀 開悟 驗證 preparation incubation illumination 還有最後的是 verification 那麼王國偉只有三個 為什麼人家要搞四個 因為王國偉談的是藝術創作 以及人生的這種事工的成就 那麼 Wallace 他提的是科學的創作 科學創作 你提出了假說 提出了理論 是要被驗證 所以物理學有理論 物理學家有實證物理學家 理論物理學家 他的拿不了諾貝爾獎的 必須要經過實證的物理學家 證明他的理論管用 他才有機會拿諾貝爾獎 OK 這個其實可以這樣對應起來 這樣對應起來 對我們管理者來講 他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我們也看管理的意涵是什麼 我認為第一個就是企圖心 什麼意思 就是你發現了一個問題 然後你沒有放過它 你下定決心 我要去find out 我面對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問題 而在那個時間點上 你遭遇的情況是什麼 你認為是問題 你跟別人去講 別人根本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你可能會是處在這樣一種狀況 所以這個時候是 就是獨上高樓望進天涯路 你很寂寞很孤單 但是 you are determined 已經determined要來做這個事 那麼 第二個呢 一代見寬 唯一 憔悴 這是什麼意思 你已經投入進去 無怨無悔 非要找到答案不可 但在這個對我們管理者來講 我這邊強調的是 你要有ability 如果你只是在那邊 無止無盡的投入 but 你沒有一定的 基本的knowledge 你只是白忙 OK 在這個地方是要講門道的 不過即便你懂門道 你也不見得一定出得來 到最後 你是不是能夠默然回首 發現到 在燈火燃山處的依人 這個時候有點luck 你不要lucky enough 會被你找到 如果你不lucky enough 你可能忙了半天 找不到東西 你很可能得到的是一個 錯的結果 OK 所以 對我們管理者來講 這一個人生善意境 其實它 代表說 一個人要成就一個事工 你要有motivation 你要ability 你也要有這個opportunity luck OK 那actually我用這一張 是要來顯示我們今天討論的通關密語 跟大家講一下我自己的心路歷程 我在思考有關 管理者 管理者他要成就一件事情 我開始思考了入手點 我得到啟發的 其實是從孟子開始 孟子是儒家的大宗師 孟子也是一個雄辯家 腦筋非常清楚 邏輯也非常清楚 在他的這個孟子那本書裡面 梁慧王篇 有這樣兩句話 夾太山已朝北海 我不能是成不能也 為長者則之 我不能是不為也 非不能也 當然小的時候看這兩句話 就看過去看過去 到後來年紀大一點 再來看這兩句話 覺得說 這裡面有很深的心理學 理論在裡面 行為學的理論在裡面 什麼意思 他表示 一個人做一件事情 他的必要條件是 一個是你願意做 一個是你能夠做 兩個缺一不可 這也是一個相成績 成法的意思是什麼 中間任何一個是零 另外一個無窮大成績也還是零 所以 一個 motivation 一個 ability 你要夾太山朝北海 你要願意做它也要能夠做它 但是 難怪的 這個公司告訴我們的是什麼 它只是一個必要條件 必要條件的意思是什麼 必要條件的意思是 無知必不然 無知必不然 有知不必然 聽懂嗎 無知必不然 有知不必然 聽懂嗎 有了 不見得一定會有結果 沒有了一定沒有結果 所以換言之 孟子 他的發現 中間還有一個洞 因為我們只能用他的發現 來 define necessary condition but not sufficient condition 缺個東西 缺個東西 那個東西後來我在哪裡找到 這是 佛陀講的 因緣合合成就萬事 因緣合合生成萬法 OK 他在講什麼 因緣其實是兩個東西 因是internal 原是external OK 所以呢 用我們科學 近代科學語論來講 一個是system 一個是environment 這是system跟environment之間的互動 當然對佛家來講 他認為系統跟環境是同時並起 他這種比較virtual的眼光來看 他們actually是同時並起 他不會單一存在 他要存在的是同時並起 不過 在我來講 我不特別強調這一點 我只講說 一個是internal的factor 另外一個是external的condition 這個internal的factor是m乘A 這部分孟子已經講了 這一部分你每一個人要反求諸己 OK 缺了你不要去找別人 不要去怪別人 另外呢 有一個relatively 不是那麼你可以控制的部分 那個是o external的condition 那我悟到這個道理 也跟大家分享 是我看到了 這樣一個對子 這個對子 是家父過世以後 我們家人決定說 要找一個佛堂去幫他念 念念經 我從裡頭出來 這個大廳 大門兩邊要出去的地方 我看到掛了這兩個 因果定法則 因緣成萬事 這個對子 對我來說 發生某一種 當然我不敢是自己往臉上貼金 效果上有點像 六祖會能聽到這個 因無所助而生其心 碰一下 有些原來沒想通 東西想通了 關鍵是這裡的圓 我們學理工的都知道 因果因果關係 OK 有什麼因有什麼果 但是我們對圓沒有什麼sense 我看了這句話 圓 就把MA的那個missing links o找到了 所以我們一般講因果 actually是因緣果 沒有緣 因是結不了果的 OK 所以內因外緣分開來看 它只是 都只是必要條件 但是一旦兩個 同時出現的時候 它就變成充分條件 something will happen 所以我們就變成一個因緣成果的公式 MAO就出來了 O為什麼重要 林書豪 記得嗎 2012年 林書豪那是一個 Hollywood style 的這個 一個 legend OK 林書豪的O是什麼 就它原來是板凳球員 板凳球員是沒有O的 OK 它的O就是 某一個一線球員 受傷 然後教練說 你上去 它的O就來 然後它就 創造出 Linsanity 這樣一個傳奇 連勝六場 還七場 我說好萊塢的編劇 都不敢編得那麼神勇 它幾乎都是在每一場的 最關鍵的時刻 它進了那一球 翻轉 局勢 OK 所以林書豪的故事 就是 放在我這個公式裡面 它反應什麼 機會是 怎麼樣 留給準備好的人 MA 所以光有馬還不夠 要毛才行 另外這個公式也顯示 大鷹大圓才能夠乘搭過 小鷹大圓是小果 大鷹小圓也是小果 所以你真的要成就一個大果 你還得把鷹圓同時都做大才行 但將來如果有時間 我們可以跟大家舉很多這方面的意思 今天限於時間 大家記得這句話就好了 所以我們這本書基本上在講 因緣成果 是跟執行的基礎 可惜商學院管理學院 行政學院都 或者叫政府學院都沒有開這方面的課 所以等待理論建構 前面只是開胃菜 我們下面 再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導導這個公式 讓牛頓跟彼得杜拉克 我們來讓他對話一下 Dialogue一下 那會變成什麼樣子 物理學有力跟功 管理學有執行力跟執行成果 兩個都是F等於M乘以A 有個物理工 work等於力量乘距離 記得嗎 就初衷物理 OK 執行成果內因乘外元 M乘A乘外元 把它寫成公式 這是Man 這是毛 那這個D difference 位移是什麼 位移是力量 施加到物體身上 所造成的空間的改變 所以可以講它是一個Displacement 也可以講它是一個D difference being made 可以同意吧 那麼O在這邊 我們可以把它解釋為 它是執行力 前面那個F的發揮空間 它可以有一個未來式跟完成式 完成式是D difference being made 所以對管理者來講 有一個名詞 其實大家都要放在心裡面 Make difference 我們管理者總要有一個志向 我做了管理工作做了管理者 我們總希望這個世界 因為由我接了這個管理工作 這個世界 或者說我所處的這個小世界 是不是可以因此變得更好一點 Make a difference Make a better difference 而不是越搞越糟 未來式呢 就是這個O它也可以是一個 給你的一個機會 使你有一個potential to make difference 所以講到這裡的話 我認為more or less 我希望你被說服 對於任何一個individual來講 你要成就事工 你先檢視一下 自己有沒有strong enough的motivation 你自己有沒有很solid的ability 然後接下來那個O 你可以等待這個O 不過等待是比較消極 你可以去chase這個O even你可以想辦法去create這個O 然後讓MAO成局成果 OK 所以對個人來講 這個道理應該已經很清楚 然後現在我們就要來看 怎麼樣把這個公式 從個人延伸到組織 國父講過一句話 國者人之機 人者心之氣 這是孫中山先生講的話 我把它稍微篡改一下 把前面那個國改為組織 組織比國小很多很多很多 OK 但是它的道理是一樣的 組織者人之機 組織是由人構成的 對於組織裡面每個individual 我們已經很清楚知道 它要成就事工 要有M 要有A 要有O 那我們現在有沒有可能把 一個由人所組成的這個組織 也把MAO公式套上去 來理解一個組織 它怎麼樣來成就事工 OK 所以我們複習一下 個人的因緣成果 M乘A 成O 內因外原 組織 我們也可以講 組織的因緣成果 它一樣有MAO 然後這個MAO什麼意思呢 前面這一段 M乘A 每一個個人的MOTIVATION跟ABILITY 它們匯集起來 凝聚起來 可以變成組織的一個M M乘A 如果大家意志集中 力量集中的話 OK 那事實上這一塊代表人類組織 Actually 它是一個無形之手 這個名詞我先把它蹦出來 它是可以SELF ORGANIZE 它可以SELF ORGANIZE 我們等一下會來說明SELF ORGANIZE 什麼意思 你現在先把它 姑且記得擺著 它是有生命力的簡單來講 而後面這個所謂小外緣呢 是領導者 它要去發揮的影響力 它是一隻可見之手 它是伸進去的一個可見之手 OK 然後呢 就要用這一個領導者的這個影響力 去讓每一個人的MA 被你inspire起來 被你consolidate起來 變成整個組織的企圖性跟能力 我們組織的這一個內音 被inspire起來以後 Actually 我們還是要來面對外在大環境 因為我們組織內部再怎麼搞 它不跟外在大環境活動 你是出不了真正的成果 OK 所以你必須要面對外在大環境 去看它有什麼機會 讓組織勤測勤力的去掌握這個機會 有什麼威脅勤測勤力的去掌握這個機會 所以這個公司這樣一展開 基本上還是MAO 不過這裡面有一個關鍵 是這個 領導者的這個小O 在這個中間 可以講是層內起外 層前起後 它是什麼作用 這又是個系統環境的關係 對內它發揮領導力 也就是要動員每個個人的MA 讓組織內部那個energy 能夠被你這個 motivate起來 然後讓這個組織變成是一個群策群力的一個團體 抑制集中力量集中的團體 對外呢 你就把這個力量去把它發揮出來 來因應不斷變動的外在環境 有機會掌握機會 有威脅化解威脅 所以我們可以講 前面這個是無形之手 後面這個是可見之手 那麼前面這兩個加在一起 是系統之內的自組織力 加上系統之上的它組織領導力 然後來面對系統之外的大環境 領導者的領導力營造內因 催化自組織能量 領導者要發揮它的戰略力 因應大外援給方向 這也在那邊導公式 這邊在解釋這個公式 適用於個人的公式把它延伸到組織的情境 道理還是一個 不過這中間有些關鍵性的轉換 這關鍵性的轉換是什麼 領導者要發揮的領導力戰略力 圍觀它有領導力 催化系統能量 宏觀它有戰略力 指引方向 所以這裡面 需要特別進一步解釋的是自組織 What do we mean by self-organization 我們現在就來解釋 我們現在就來解釋 什麼叫做自組織 有一個英國老 Adam Smith 它發明一個名詞叫什麼 它說market is an invisible hand 或是有一隻 invisible hand在操控市場 這個所謂invisible hand actually就是市場的自組織作用力 我們仍然從領導力的角度來看 所謂自組織是什麼意思 我們用鐵塊磁化來當作一個比喻metaphor 任何一坨鐵 我們手上如果拿一坨鐵 這一坨鐵如果是有這麼大的話 應該有差不多16次方這麼多的鐵原子 但是平常一坨鐵是沒有磁性的 but這一坨鐵裡面的每一個鐵原子 actually都有南北基 每一個鐵原子有磁性 但是16次方7次方的鐵原子放在一起 就沒有磁性 Why 為什麼 因為互相抵消它的合力 我們仍然用物理學名詞來講的話 它的合力它的resultum force zero 它所有的這個磁力都互相抵消掉 那一坨鐵是做不了功的 唯有把它變成磁鐵 它才可以做功 那一坨鐵沒有磁力的鐵 怎麼樣讓它變成有磁力呢 基本上我們就想辦法 把10的7次方的鐵原子裡面 If你可以create一個 10的2次方左右的 這樣一個量的鐵原子 讓它方向一致 這個方向一致以後變成什麼 它就變成一個小的核心磁場 這種十兩次方的鐵原子 它一旦形成一個小的核心磁場以後 What happen next 接下來它就會感應它最接近的那些鐵原子 使它們調整方向跟它對齊 向它看齊 align with這個核心磁場 同意嗎 然後一旦這個作用開始發生 馬上就進入到一個叫強強定律 就是positive feedback 有了感應加入新的同方向的鐵原子之後 原來的磁場變得更強 變得更強的磁場 它可以感應更多的鐵原子 這樣聽懂嗎 所以整個這個過程是一個 exponential的一個 explosion 像炸開一樣 瞬間整坨鐵都變成方向一致 變成強力磁鐵 整個這個比喻 跟我們前面那一張圖很清楚 可見之手 核心磁場 代表領導力 它只是給一個方向 一旦它方向給了以後 那些鐵原子因為先天它都有磁性 它就會受到感應 所以它噴一下 整個都被align起來 齊心協力 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就可以變成vector 原來它只是存量 存量好像叫scalar 存量是不能做工的 變成向量就可以做工 那存量怎麼樣轉化為向量 從我們管理的領域來講 缺一個領導 缺一個領導力 你領導力加進去 一個原來沒有方向性的一個組織 就出現方向 然後這個組織 就轉化為向量 就可以拿來做工 微觀的領導力 就是動員組織成員 它的m成a 把它無形潛能 方向把它帶出來 那至於how to do it 你怎麼樣去創造這個核心磁場的能力 在這本書裡面 我講了八個策略 我把它叫做領導力 或是影響力八策 不過我們今天沒有時間一個講 我只是點一下 前面七個都有內容 我都說明了它的假設前提是什麼 理論基礎是什麼 適用的情境是什麼 然後用的時候要注意哪些問題 不要走火入謀 大概這些都講了 前面七個 是代表七個不相重疊的 有不同理論基礎的一些 人際互動的一些做法 第八個 我這邊寫個綜合這個策略 第八個 如果這是一個武功密集的話 前面七策裡面都有文字 第八招打開 無字天書 什麼意思 因為第八招是 前面七招的綜合應用 這是金庸 金庸還不是這樣寫 是後面演電影的講 祥榮十八掌 第十八掌是沒有內容的 是前面十七掌的綜合應用 所以我這個領導力八側 第八側也是前面七側綜合應用 OK 事實上其實管理工作 如果拆拆招招招招式都是為了學習 跟教跟學的方便 你才拆成招式 真正上場對打 沒有機會跟你套招的 一定是綜合應用 遇之奇想 請看 管理 那麼你如果 這些招式都會用了 你就有機會做一個上軍 做一個中軍 這是韓非子講的 上軍用人之志 中軍用人之力 那麼大概跑不掉 這一些本領理大會 下軍是什麼 下軍盡己之能 下軍是完全沒有領導力 做什麼事都是親力親為 所以整個組織亮在一邊 整個他的部署都拿他沒辦法 不曉得要怎麼幫他忙 所以我這邊沒有寫 我只寫到中軍 OK 所以其實講了半天 其實我真正要導出來的就是 管理 其實是一個自主之為體 他主之為用 自主之無形之手出力量 他主之可見之手給方向 這也就是用事不用力的意思 不過要把這一張道理講清楚 因為前面在那邊導 MAO公式 那個都是比較 可以講是比較慫的方式在導 你真的要滿足學術要求 其實我是正式的一個導法 是從自主之系統 我重建一個自主之系統理論 因為傳統的系統理論 都是牛頓典範 他所處理的系統是沒有生命的 他的系統衝擊量就是一個很複雜的鐘錶 再不然就是一部Tesla的汽車 即便是Tesla汽車 即便是Tesla汽車 它最後的秘密是什麼 也是磨耗 最後是報銷 它不會自己演化 而我們現在要談的系統論 管理世界真正需要的系統論 其實是一個有演化能力的系統 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個有演化能力 可以處理系統演化問題的系統論 這個系統論今天在管理界還不存在 這本書是第一次介紹這樣一個理論 我們現在也只能非常點到為止 讓大家看一看這一頭牛長什麼樣子 因為有一頭這頭牛 我才能喝哪一杯牛奶 所以也可以講說 Adam Smith 他發明了無形之手 這樣一個名詞跟這樣一個概念 可是已經三百年 這個無形之手 還是一個black box 沒有被打開過 我們現在就把它打開 不過要打開這個black box 也不是沒有一些科研成果可以運用 其實已經有幾大陀拉庫的素材在那邊 只是我們沒有人去把它整理 等於那個礦已經在那裡 可是沒有人把那個礦採出來 把它也曾經把它鍛造 變成一把劍 那這個工作 我花了二十年的功夫 在做 這是七零年代 有一個叫complex distance theory 那麼我是找了一個窍門把它打通 我是大概整合了 Dissipative structure Chaos Catastrophe Fractal Synergetics 這幾個理論 花了二十年的時間 分析它 分析它 中整它 再把它translate 變成管理的語會 最後把它打一把劍出來 二十年 然後我把這一套複雜理論 這是一個theory family 是整個這個theory family 每一個family member 共同都在思考自組織問題 可是自組織問題 他們都是淋淋淋淋淋淋淋 在東點淋淋淋淋淋 在那個研究 但是我認為呢 他們actually都是可以把它組裝起來 把它assembly起來 用來解釋人類組織系統 如何從無到有 有了以後怎麼存在 存在之後又怎麼演化 整個這樣一個生命歷程 其實是可以assemble出一套道理出來的 宏觀 微觀 所以在宏觀方面 因緣成果 常變循環 靈機破力 裡面還可以再分析出 和和率 自強率 應變率 守長率 分岔率 因格率 微觀的呢 用式不用力 量變 直變 共生演化 枕頭牛 幾個面向大概就在這裡 不過今天大概也都 沒有時間去把它進一步講 從方法論來講 管理學裡面的理論 通常大概都是用個案研究做基礎 堆砌起來 然後從個案中去找通案的原則 所以我會說它的過程是一種 bottom up 但是theoretical來講 bottom up的理論 你永遠只能找出必要條件 就像孟子那個理論 你永遠只能找出必要條件 你不能claim 你從個案研究當中 你所中整出來的通則 它就是充分條件 OK 而我現在走的這條路 我是從理論上 上面走下來 我比較有機會說 這是充分條件 可以講是方法論上 當然還有討論空間 不過呢 我們今天大概沒辦法解剖這頭牛 那麼牛奶大家味道已經聞到了 我們今天呢 針對它的副產品 一些起司 一些奶酪 我們來看看它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把現代管理原理 跟傳統的直觀智慧 我們可以把它 建立一些對話 因為 這一套理論 它在思考的是 天人之際 古今之變 古人也在思考天人之際 古今之變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們 拿來戒古禦經 我們做個雙向詮釋 所以我們可以用 我們在這裡面所找出來的這些理論 我們用來解易經 解老子、莊子 解佛 那麼解歷史 也可以來解孫子兵法 所以我們現在 就來逛逛這個大觀園 首先 我們看兩個差了900年的 東西 兩個人 周敦儀是比朱西 還高一個輩分 周敦儀是北宋 朱西是南宋 那900年以後的普利高晶是什麼人 1977年 化學獎 諾貝爾得主 Exactly 差900年以後 所以我都有點懷疑 他們兩個人有沒有前世今生的關係 OK 因為他們兩個人都在思考一個問題 那麼 天人之際古今之變的規律是什麼 各自提出他的理論 周敦儀的理論是什麼 太極圖說 太極圖說 他這個在歷史上 有些說法是一錘定音的 OK 三十五個字 太極動而生陽 動極而靜 靜而生陰 陰極附動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 兩儀四立焉 三十五個字 每個人聽完以後 大概都是三條線 大概昏倒在地 不曉得他在那邊 講來講去講什麼 他其實他只在講四個字 動靜陰陽 不要低估他裡面的邏輯 OK 我們等一下馬上發現 普利高金 他提出 好散結構論 這是他獲得諾貝爾獎的得獎之作 OK 然後 他在研究的是生命現象 怎麼樣從無到有 從有到變 過程是什麼 我們可以把這兩個 拿來 對譯 互相拿來interpret 唯一要做的就是 把名詞做個對譯 動對正反饋 靜對負反饋 陰對手長態 陽對應變態 所謂守長態就是維持穩定 應變態就是自我顛覆 OK 然後我們就得到下面這個結果 所有的紅字 是周敦儀的字 所有的藍字是普利高金的 耗散結構的理論 穿插在裡面 毫不勉強 所以我們必須要佩服周敦儀 他沒有在亂講 沒有在那邊 語無倫次 非常有 Logic Order 非常Exact OK 當然現代科學跟 周敦儀的太極圖差別在哪裡 現代科學 那個耗散結構 因為他有科學論述 他有整個實驗過程 所以他可以講得出過程 從無到有 從有到變的過程 他講得很清楚 而周敦儀呢 他只能講Principal 所以周敦儀的Principal 被普利高金的耗散結構論 填上過程以後 一個肉肉等的一套 耗散結構就可以濃縮成35個字 而這35個字沒有過程內容的東西 所以普利高金把它展開 變成一個現代科學理論 Beautiful 我沒有時間跟他一個一個對應 OK 那麼 甚至於我們在複雜系統裡面 我們甚至於還可以找得到 儒家學說內生外亡 這種道德性的主張 找得到一些科學論述的依據 OK 好 這是第一個例子 我當時可以講是在逛這個奇異之旅的時候 不小心怎麼踢到的 這什麼東西 拿出來看一看 Amazing 居然可以有這種對應 古今對應 張居正是變法 跟他相對應的就是王安石 我們可以講沒有王安石不會有張居正 什麼意思 沒有王安石的失敗不會有張居正的成功 簡單這樣講 那麼張居正可以講是記取王安石的教訓 其實他們兩個人變法的內容 某種角度 張居正是超王安石的 只是把他改頭換面一下而已 內容幾乎exactly一樣 那張居正什麼地方不一樣 有個最大的不一樣 張居正他是兩步驟變法 他講過這句話 表示他腦筋很清楚他在幹嘛 治理之道 莫及於安民生 安民之要 違在何立志 這什麼意思 第一句話就是 大家有時候在媒體上常常看到了 國外在選舉 有一句話說 笨蛋 問題就在經濟啦 其實就是那句話 那是明朝時候的這個language 就是這樣子 OK 那重點是第二句話 即便重點是在經濟 問題是在經濟 但是你不是一下手就來處理經濟問題 你必須要有工具 工欲善其事必先立其器 你要先把官僚系統 文官系統 先要把它做一番整頓 讓他能夠聽你的話 OK 所以呢 其實他就在解釋這個公式最好的案例 我們現在來變魔術 張居正M.A.O. 他有企圖心 他有能力 張居正 他比王安寺 Lucky的地方 是他有一個O 他這個O 皇帝很小 他是太師 皇帝是他學生 所以可以講他是 騎在皇帝頭上 做事情 然後他另外呢 太后支持他 那個掌權的太監也支持他 所以他在市政上完全無後顧之憂 王安寺沒有這個條件 但是他善用這個條件 文官系統也是M.A.O. 張居正怎麼讓他的M.A.O.跟文官系統的M.A.O. 結合在一起 他create一個考成制度 他用他的企圖心跟能力 create一個 這一個系統之上 他在這個系統之上 他發揮這個小外源的這個作用 他創造一個文官的考核系統 他用這個文官考核系統去 要求文官的M 要求文官的A M不夠的人file掉 A不夠的人訓練 訓練還不成file掉 所以經過他這樣一番整頓 他後來做到 我早上 我早上 從北京下個命令 傍晚 在邊境上的這些人 都已經接到我命令 都已經開始要執行我的命令 到這個程度 如必食指 整個文官系統的能量 就變成張居正個人的能量 領導者的能量 這樣聽懂嗎 所以他給方向 給了方向以後 他出力量 然後這樣大家一致 面對 系統之外的大外人 這個大外人包括倭寇 包括北方的邊幻 包括水災旱災 點點點 包括那些土豪略生 抗拒變法那些人 所以實際上 裝居正用的是 下面這個系統的O 其實你也可以直接對A 對M 來下功夫 來運用下面這個 被你領導的系統 我們在那本書裡面 也有提 今天沒有時間講 也留請大家自行參考 我們現在再來對話一下 這個對話就超過2000年 孫子跟牛頓 這個超過2100年 OK 那麼 牛頓當然最有名 他就是古典力學了 古典力學三定律 然後從那裡面導出能量公式 其實孫子 在2000年前就已經在喊話 孫子裡面有兩句話 他兵士篇 善戰人之士如轉圓時於千人之山 積水之急至於飘食者士也 有沒有看到 這裡面有兩個士 這兩個士是什麼 孫子就跟牛頓講 我2000年前就幫你定義好了 未能跟動的 同意嗎 而且是非常的形象化 非常的 visualize OK 這個image很清楚 轉圓時於千人之山 它所產生的能量是什麼 是那個衛能 然後 積水之急至於飘食 平常軟趴趴的水 它可以有能量把石頭飘起來 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velocity 這樣聽懂嗎 這樣聽懂嗎 OK 所以 兵法裡面 所講的士 actually也是我們這個 講題所講的 用士不用力的那個士 事實上就是能量 所以因此我們可以 very easily 能量把它轉化為 一個是有形的質量 這是mass 另外 跟空間有關的 跟velocity 時間有關的 這是一個無形的一個factor 我們姑且把它叫做基 OK 這就把它定義成士 士等於行基成士 OK 事實上它也等於是因緣成果 另外一種解讀 另外一種應用 孫子 這本裡面 虛實是很重要的概念 士也是很重要的概念 那我們actually會把 虛實跟士把它連起來 把它當作發揚戰略力的竅門 虛實等於士等於行乘以基 有形的實力乘上無形的乘數 那這什麼意思 直接的一個解讀就是 勝負決定於衝突點上的局部優勢 相對優勢 而不是有形實力的全面 絕對強弱 這個也有點像周敦儀的太極圖說 OK 每個字都看得懂 但是三條線不只要講什麼 再白話一點講就是 有形實力的弱方 如果能夠創造臨場無形的基緣陳述 他一樣可以 以弱勝強以小博大 反敗為勝 舉個例 下士對上士 這個其實是孫並的故事 孫並他當齊國一個將軍叫田濟 到他那邊當軍師 那田濟喜歡跟他的國王 齊王齊威王 喜歡跟他賭馬 他們的那個馬呢 就像兵漢裡面的那種馬 邊看他們那個馬是什麼 幾匹馬拉的戰車 四匹並列 不是兩匹喔 四匹並列 那個馬是很難駕的 不過一衝起來 這個威力很大 他們就像四馬拉的車 所以叫做四 看到沒有 然後比賽 齊王四匹馬的戰車 田濟四匹馬的戰車 但是人家齊王中就是齊王 馬中就好一點了 所以田濟跟齊王屢戰屢敗 輸了一屁股 然後孫並去當他的軍師 就忍不住就到馬場去看看 究竟發生什麼事 孫並馬場看他賽了幾場以後 孫並回來就跟田濟講說 報告將軍 如果你相信我 下一場出賽 我幫你操盤 你前面輸了這號錢 田濟說我輸了五百兩黃金 他說你給我五百兩 放桌上 我帶去給齊王 往桌上一擺 跟齊王講 你敢不敢跟 我們下一場就來賭這五百兩黃金 齊王一定怎麼說 You are dead man 你從來沒贏過我對不對 突然你發什麼神經 你的馬也沒換過啊對不對 然後你突然說 找我來說 你想要把這五百兩黃金贏回去 結果比賽下來怎麼樣 三戰兩勝 田濟贏了 齊王驚魂未定了 孫並已經把那五百兩黃金拿回去給田濟 欸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為什麼前面屢戰屢敗到了孫並手上 就反敗為勝 齊王的行跟田濟的行有沒有改變 都還是原來的馬隊 行未變 行的田濟還是輸 齊王還是贏 但是actually比賽 為什麼孫並一操盤就反敗為勝 Why Why 竅門在哪裡 孫並看出了什麼玄機 他用了什麼窍門 真正要講的精確的說法應該這樣說 其實孫並是注意到 人的行為有一種傾向 尤其在賭博的時候 可以贏的時候先贏再說 同意嗎 這個是關鍵 可以贏的時候先贏再說 所以在這樣一個思維之下 你的行為是什麼 好馬先出 就是跟人家打牌的時候 大牌先打 小牌留到最後打 這樣聽懂嗎 然後孫並在旁邊看了多少遍 發現每一個人都是這個邏輯 這個牌裡 就是想要先止這點 沒錯啊 可以贏的時候先贏再說嘛 那孫並就在想說 天下有這個道理 一定要這樣玩嗎 所以孫並看透了齊王 你以前一直這樣做 你下面這一場你也一定這樣做 手 你騎王是打明牌 我孫並就給你打暗牌 我就不安排你輸牌 我就把我最爛的馬最先出來 消耗掉你最好的馬 然後剩下來呢 我手上的最好的馬 比你刺好的馬 好一點就好了 我刺好的馬 比你最爛的馬 也是好一點就好了 那我就刺進你三戰兩勝 這樣聽懂嗎 所以 看這種故事 要懂得竅門 而這個竅門 其實可以套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這個G是什麼 就是時間順序之G 你把時間順序調一下 G就翻轉 式的大小也就翻轉 這樣聽懂嗎 OK 第二個定律 這個公式 是等於形成一G 行跟G 你下功夫的時間點還不一樣 行是平常下 G是臨場下 這樣聽懂嗎 老子講過一句話 叫做以正治國以其用兵 你平常要培養實力 培養實力的時候 你要老老實實 腳大實地去做 不能夠自欺欺人 這個叫做正道 這樣聽懂嗎 因為你平常該下功夫的時候 你都在那邊自欺欺人 偷雞摸狗 到了臨場出來的時候 你就有一句話叫什麼 當海水退潮的時候 就知道誰沒穿褲子 所以你平常一定要把褲子穿好 不要等到退潮的時候 被人家發現沒穿褲子 平常要用正道培養你的實力 你已經沒有時間來培養實力了 那個時候講究的就是 有什麼打什麼 平常要未雨綢繆 打什麼有什麼 打啥有啥跟有啥打啥 一個是戰略觀點 一個是戰術觀點 這樣聽懂嗎 你永遠要為下一場仗做好準備 這叫什麼 這是平時就要下的功夫 下一場仗是什麼仗 你平常就準備好 打啥有啥 等到已經臨場上陣了 你那時候再來說 我要這個要那個也都沒有了 反正你手上有什麼就給我打 那時候你就想辦法出奇置勝 這樣聽懂嗎 所以這是第二個定律 最後操作性的 怎麼轉化 這是營造怎麼轉化 我們既然講能量 能量有個定律知道嗎 叫什麼 能量守恆 這個所謂能量守恆呢 尤其是到了臨場的時候 尤其是到了臨場的時候 你形形不能動 你只有雞可以動 這時候怎麼辦 你要想辦法破人之雞 讓他的雞下降 立己之雞 讓你自己的跡下 其實這兩個只要動一個 另外一個一定反向動 如果你兩個都能動 如果你兩個都能動 那效果是Double 那效果是Double 最後他增資20億 沒有動他合約喔 增資20億 讓原來一個賣1,300塊的OBU 轉換成免費的e-tag 然後讓我們台灣高速公路用路人 95% 全世界第一個全面電子化 我當時其實是胡蘿蔔跟鞭子 雙管齊下 鞭子不要講 我講胡蘿蔔好了 胡蘿蔔呢 我就跟他講 他英文名叫Douglas 我說Douglas 你配合政府變成一個partner 把這個案子做成 我說我政府 享受到的好處是 全世界第一個高速公路全面電子收費 而你呢你得到什麼 你是全世界第一個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的 Private operator 這代表多少商機 International的商機啊 他其實這個是很聽進去的啦 不過他真的是商機啊 從亞洲到歐洲 俄國甚至都有到中東 OK 破利率 這個其實跟自組織那些原理都有關係 戰略力 這其實都是戰略性的 這種戰略力呢 要能夠發揚 背後是決策者的 領導者的決策力 見識某段 決策之中的戰略力 所以我們現在就 轉到最後一個題目 談決策力 很簡單的歸納一下 決策之中的戰略力 決策有大有小啦 我們就從戰略高度來看 見識某段 決策分為這四步 但是我強調 決策 不只是選擇 我會建議大家記得這句話 這句話意思是什麼 這句話的意思 也是在反映 一般管理學院 甚至一般政治系 或是說公共行政 開管理課程 決策課程 通常大概都把 決策跟選擇化等號 Decision is making choice 這句話對不對 我會說 partially right 因為很可能我們每天 日常生活當中 遇到的決策 maybe 80% 它的性質是 選擇 這個包括 to be or not to be 加以秉案 你選哪一個 或者是人家拿一個 你進餐廳 人家拿個menu給你 洋洋灑灑好幾個page 你要點哪一個 這都是選擇 這都是屬於選擇的決策 but 我要說 不是所有的決策 都只是選擇 你always會有這種情形 maybe有20%的機會 10%的機會 你碰到的決策是什麼 人家端給你的二選一 人家端給你的加以秉案 人家端給你的副選題 你都不滿意 所以呢 如果你是決策者 你會說 退回從你 有一部在有些電視上 放爛的一部電影 唐伯虎點秋香 那個電影什麼意思 就唐伯虎對第一次 畫圓外給他的選擇 不滿意啊 秋香沒在裡面 所以他rejects your choice 退回從你 ok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是 要擴大選擇空間 要創造選擇型 你給我 to be or not to be no 有沒有第三個選擇 你給我加以秉案 no 有沒有 定案 誤案 這樣聽懂嗎 退回從你 退回從你意思是說 你要擴大選擇空間 你要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我們不談無謂糾灶 我們談多卡通 2008我剛剛接交通部長 當時的一個常務次長 常務次長是前面留下來的 就跑來找我 說部長 我們現在交通部正在成立一個 一卡通公司 我們要用交通部發行的卡 一統天下 我一聽 我一聽 馬上就在想說 這乾不可憐 交通部 要發卡的那一刻 悠遊卡金有多少 可能超過400萬 OK 那交通部一卡出來 要一統天下意思嗎 就是要讓悠遊卡下架 用交通部的那個卡取代它 然後要把高雄的卡 桃園的卡也通通下架 通通用交通部的卡來取代 有可能嗎 所以那是顯然是用力不用試啊 對不對 所以決策其實有一個道理 你把它記得 理在試中 解決問題的道理 其實就在問題當中 就看你能不能夠參透它 所以後來這個問題 我只想了兩秒鐘 我就跟那個次長講 我說本案美意啦 我說 真正要去思考一些設計的是什麼 叫做多卡通 你不應該從卡片統一來下手 你應該從讀卡機來下手 我交通部去補助全台灣 還不到一萬輛的公車 的讀卡機 把它都變成 任何人身上那一張卡 不管它是什麼卡 對每個人來講還是一卡 但是他可以走台灣偉的公車 他都上得了 是不是應該這樣 所以這叫做多卡通 我要努力的對象是讀卡機 而不是那個卡片 卡片as it is 卡片讓它將來市場上自由競爭 看你 悠遊卡沒有機會一統天下 你的一統天下是你本領 這是市場機制 但是我政府提供的 只是一個讀卡的平台 而這個平台是所有市面上 今天的卡都可以讀 這樣聽懂嗎 這個叫做用事不用力 所以actually我只要花幾億 把全台灣所有的公車上面的這些讀卡機 通通把它換成新的 可以讀多卡的 然後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兩年之內全台灣已經是多卡通 所有 commuter通勤者 他都已經可以享受到方便 光先謀後段 從段變成先謀後段 是不是從此就可以做個好的決策者 那我要提醒 Not yet 可能你永遠還有5%的問題 你光從先謀後段下手還不夠 你必須要把見識謀段 整個程序搬出來用才行 其實我們一般任何組織 甚至包括一個學校在那一樣 你要做任何的strategic planning 一定是見識謀段 不能把它當作斷的問題 也不能把它當作先謀後段的問題 一定要從見識謀段做起 那見識這兩個動作多出來是什麼東西呢 問題定義 因為你斷是選項當已知 先謀後段是什麼當已知 問題當作已知 所以你先謀後段你搞了半天很可能 你會 Right solution wrong problem 搞了半天你是在解一個很慫的問題 因為問題本身不對 所以這也是常常大家講說 將軍無能類死三軍 關兵 就這個意思 因為他一天晚上出的都是一些 Lousy的問題 Nonsense的問題 所以他的部下被他搞得團團轉 結果 Get nothing done 所以作為這個上位的領導者 你的警惕就是不要去做將軍無能 類似官兵的事 你重大決策 你自己要想透 從見識謀段一路下來 從問題定義下手 這裡面的例子 蘇花蓋 蘇花蓋 蘇花蓋現在已經通了一半了 蘇花蓋 什麼樣的問題 蘇花蓋 也是2008年接手之前 一邊是給我蘇花膏 其他免談 一邊說 花蓋不應該建設跟西部一樣 一炒螢幕都不能動 所以兩邊就 各自動員 又開始要這樣對抗了 這種事情是沒有 理性討論空間的 誰也說服不了誰 那我是夾在中間了 怎麼辦 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聽到一個微弱的聲音 給我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OK 我聽到這個聲音 雖然微弱 但是聽在我耳朵裡 我自己跟自己說 Bingo 這個問題有解 因為 任何公共政策 通常都是有三條腿 經濟發展 環境保育 第三條腿是社會公平跟安全 可是我們過去習慣上都是 經濟發展對環境保育 很少去思考社會公平跟安全 給我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是什麼呼聲呢 是社會公平跟安全 這一種呼聲是任何政府 你都必須要面對 要處理的問題 所以聽到這個聲音以後 我第一件做的事情 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把 原來蘇花高是由國道工程局 興建的 那個責任我把它拿掉 不必你做了 我交給公路局 這是第一 所以我要蓋的 跟高速公路無關 我現在要蓋的是一條 安全回家的路 這個安全回家路是 一方面是給東部的人安全回家 另外我們西部人也要到東部去玩 我也希望安全回家 所以我要的是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針對蘇花公路三區路段來改善 因為蘇花公路到了花蓮平原 從德以南就是清水斷崖以南 一直到花蓮沒有問題 那個路很寬的 所以山區 凡是碰到災害會崩 平常會有車禍這種地方 通通挑出來 把它改到全天候 安全 所以就是以這樣一個 社會公平對環境保育 這兩個觀點之下 求平衡點 我來重新設定議題 那些環保人士 也不敢講話 然後你要蘇花高的人 你也不要給我吵 OK 大家都好好做一條 兼顧環保的安全的路 OK 這是重新定義問題 然後 把問題就解了 紅海 就分開了 我就從中間走過去 這是四次定義問題 見 可以講一下八仙城暴 摩爾定律其實很厲害 他1967年69年 就看到這個 他只看到那個外插法 這麼一小段 他就敢預言 後面三四十年那個趨勢 這個厲害 這是劍工夫 八仙城暴 四百九十九個 人 在一個游泳池裡面 放空水 在裡面跳舞 結果我們要城暴 燒燙傷 燒燙傷 四百九十九個人 中間有百分之五十的人 燒燙傷百分之四十 嚴重的 有百分之八十 還有百分之九十 然後疏散這些人 從巴黎 送到北部地區這些急診 從晚上八點 搞到十二點 我那一天晚上在台東 第二天我趕快趕回台北 我下了第一個指令 給衛福部長 衛福部長他是學食品的 我知道衛福部 這麼大規模的經驗也沒有 我下了第一個指令 把全台灣最有經驗處理 皮膚 骨骼 整容等等這些醫師 給我統統集合在一起 組成一個諮詢小組 大概後來找了大概三十個人 他們大概花了一天 然後接下來我就說 這些人一組起來就給我派到每一個急診中心 去指導急診中心的人怎麼換藥 怎麼用藥怎麼處理 這第一個動作 其實我那個用於另外一個用於 一方面是真的各個急診中心 百分之八十以上不曉得如何處理燒燙燙 OK 所以這批任意馬上第一時間 因為第一時間其實針動性是最重要的 第一時間 那另外呢 我把這三十幾個人找來 也有一個好處 我不要讓你在系統外給我表示意見 你通通給我到系統內來 直接貢獻你的力量 然後這樣子 過了一天 過了一天半 我就聽到一個消息 兩個點 一個點 醫生跟護士 在線上的醫生跟護士 已經有兩天 沒有睡覺了 人手不夠 第二個 醫院 在猶豫 因為這是extra的expense 錢從哪裡來 政府會不會要他 每一個收容病人的 病患的這些醫院自行吸收 所以他說不太願意真的投入 所以針對這兩點 對後面那一點 當然我馬上就發布個新聞 本案所有額外開支 行政院運費金 全部支付 另外算 你給我該用藥 該用人該用的東西 通通給我投進去 一點都不要給我打折扣 所以這樣才全部發動 可是沒人那怎麼辦 就找那三十幾個大師 把你的徒子徒孫 去外面開這些醫美店的 通通給我找回來 因為那個是要醫生跟護士 一起來才有用 因為那是要搭配的 然後來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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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救 我可以付你錢 但是我要你的人力 把中南部也都調上來 所以第一個禮拜蹭過去 轉手慢慢掉的動 結果第一個禮拜快結束 第二個禮拜要準備動手術了 第一個禮拜是穩定的 然後馬上想到的問題 皮夠不夠啊 那個是大體皮 它中間會用到人造皮 過度性的 最終還是要用大體皮 就是屍體的這個 然後我去問這個食藥鼠 我說夠不夠 他說院長應該夠了 我們有700平方公分的庫存 我說皮膚怎麼夠 他說可以拉的啦 欸院長可以拉的啦 可是後來我在想說 我有499個 OK 然後中間50%的人都是40% 所以我那個量是不得了的量 你這個700米再怎麼拉扯 拉到一個變成一個運動場 大都還不夠的了 所以我就不再聽他的話了 我就找衛福部那個 學醫的那個次長 林皱炎 後來他當了部長 我說我給你的指令是 下禮拜開始動手術 一直到繼續後面後續手術 我不要聽到在手術台上 說皮不夠 所以那時候我們大概把全世界的皮 都買光了 因為瞬間有這麼高量的這個 燒湯湯需求 這種現象全世界也很少發生了 結果我們到後來到12月底 我們做了一個盤點 那些買進來的皮用料多少 很顯啊 96% 那個實質上已經不夠了 你知道嗎 從機率上來講 OK 運氣好 我第二個禮拜 還沒開始 我就收到簡訊 醫界的朋友跟我講 他說院長心裡要有準備 三位數字 不要二字頭就不錯了 他說fatal fatal rate 後來我們多少個沒救活 15個 我認為 我認為起碼少一個零 我認為起碼少一個零 我說這是台灣醫療奇蹟 對 John Hopkins都搞不清楚怎麼回事 都派人來 說你台灣搞什麼 499個百分之 這個50人都是40%的燒烫商 接下來還有指揮 接下來還有指揮更高 OK 居然只有15個人 而不是150個人 他認為幾乎不可 OK 所以在這個事情裡面 對我來說 我認為我是在幾個第一時間 做了行政院位階上該做的事 剩下的就是這些醫生們的事情 我們一起創造了一個國際性的奇蹟 決策不只是選擇 見識謀斷 但是你碰到問題 你都應該從斷下手 還是先謀後段下手 還是見識謀斷下手 這個本身是一個決策 我把它叫做決策的決策 這個決策的決策 如果做錯的話 後果就非常嚴重 OK 所以有這樣一個問題 不光是管理者要去思考 其實我們現在AI研究 我們AI涵蓋到哪裡啊 AI有做到劍 做到势 做到謀 AI大部分大概還是在做斷 AI有做謀的嗎 我看過YouTube上面有 Demonstration 有做謀的 不過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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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它不是針對 既有設定的選擇性當中去挑 它能夠自己create 一個新的選擇性 然後去執行 這叫做謀了 夏威奇我認為它是Rule Base 夏威奇我覺得那個是 在我來看還是 Old Fashioned AI 它是Rule Base 那過去Rule Base贏不了人 因為它的Memory Size沒那麼大 人的Intuition有時候可以克服 可像現在的這種 我看到了我的猜測了 我自己判斷 它的那裡面這個Ogrant 基本上 Ogrant還是一樣 因為圍棋的遊戲規則就是那一些嘛 但是你的Memory Size過去不夠大 因為你每一步 你都要去想說這麼大的棋盤 連動的下一步會怎麼發展 第二步會怎麼發展 我們人大概想到第二步就不得了了 那電腦它現在我才 反正每動一步 往後十步二十步我都已經想出來了 你怎麼下都不出我這個範圍 那當然你就不必談了 那是Rule Base 我認為那Again還是Rule Base OK 所以我覺得AI研究來講的話 這一個見識磨斷的架構 對AI研究的未來的一些發展方向 其實也有很多 應該也有些啟發性 OK 那麼當然 除了見識磨斷也有 這本書裡面也提到 感性在決策過程中的關係 我說知性是凡 理性是舵 感性是海 然後要處理事情先調理心情 這是感性進來的原因 而這個海不在外面在你心裡 好 最後結論 我們今天談是從管理績效等於決策力 乘上執行力來談 我們今天花了很大的時間 把執行力展開 領導力戰略力 而這個領導力戰略力 Actually 其實還是跟決策 會有關係 OK 最後一頁 決策力跟執行力研究 是我一生的一個探索 可以這樣講 青年的時候想要當個有原創力的理論家 壯年的時候在實驗理論 因為我有這個運氣 一直在職場裡面 我可以把理論拿出來做檢驗 年紀大可以把這些經驗拿來分享 把它當責任 OK 執行也有幸運 就是說我一直擔任不同組織的領導者 所以我養成一個見樹見林 甚至是先見林再觀樹 這樣一種思考習慣 了解全局保護重點 所以有這樣的習慣 我來寫本管理的書 應該也可以寫得跟一般人不一樣 然後另外呢 我還有一個另外的Luck 我在1995年開始 我就注意到有這個理論的存在 Complex System Theory 那始終沒有人把它移植到這個管理的領域 所以呢 就給我一個機會 去把這樣的東西 去把它Translate 變成Management Language 所以也可以使我這本書 有機會跟與眾不同 那這本書哪些人可以看 限制的領導者 當作一個經過檢驗以後的交戰手冊 對於未來的管理者 像在座很多年輕的朋友 那麼這個可以當作是一個 你的進修教材 這裡面有提到外加工夫 也有提到內加工夫 那對於限任的領導者 在座有少數一些朋友 那麼這本書可以當作是一個 人生哲理心得的分享 這個QR Code 你照一下的話 今天的講義就在裡面 歡迎大家下集 謝謝我們的王老師 王院長給我們這麼精彩的決策 有理論有實踐 然後有這個 這個Data Feedback 來支持的這樣的一種 這個theory 非常的精彩 我很少聽到 人家講這個決策 理論 能夠講得這麼 這麼的仔細 然後這麼 這麼這個 很嚴格的定義每個 item 然後把它的這個 這個Variant 就是Variant的這個Variant 能夠用一個公式來表現 怎麼還可以舉實際的這個例子 來support 這樣的一個presentation 所以我想這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可以接受 一兩位 最好是同學們的 good question 有沒有什麼好問題 沒有 我想這個 你要make a decision之前 應該 應該是要 能夠 question 你所得到的所謂 為你所選擇的這些 這些東西啊 是不是真的是 you are limited to the space 因為有的時候 你面前的所謂的 Variant上的這個東西 不見得是你要的 你會 suddenly發現 經過仔細的思考 在Variant的外面 有更合適你選擇的 這個 這個這個 神來自你啊 或者是 非來自死啊 有時候反而能夠 change the host goal 我想問的是 毛先生曾經在馬中部任職 然後我想問一下 你對你在馬中部任職的 表現 就從決策裡 和決定的方面 有什麼評價 我會這樣說啦 因為我的大部分時間 都是在交通部任職 那我在交通部任職的時候 我給自己的一個自我要求 就是說 我要盡量 在我離開交通部部長 這個職位的時候 我不會事後講說 哎呀 當時那個事情 我做了就好 要 minimize 我的 regret 所以我會說 在交通部部長這個職務工作上 那我認為那五年呢 我可以做的事情 我不敢講百分之百 我認為我應該做了八成 當然很多的事情 像在那種位置上要來做 往往 一個事情 一旦下決心要做 比較重要的事情 一旦做的話 通常都要時間 要兩三年或是更久 像台灣高鐵的問題 我花了四年解決它 像這個EDC 我花了三年多 書花改 我大概也花了 大概兩年多把它搞定 後來就執行 所以我認為大概我 可以想得到我該做的 我認為我大概做了八成 大體上這樣講 所以我認為 我應該事後再講說 當時這個事情我做了就好了 這一種的懊悔 應該不多 應該不多 但是後來當副院長 副院長是沒有政策 可以挑自己喜歡做的做 然後在那些我自己覺得 可以做一些事情 然後可以幫忙做的 我也做了一些 那當院長的時候 那一年可以講是最難的一年 因為時間上我只有一年的時間 然後那個時候 整個的大秦是這個事已經沒有了 但是在沒有事的這個情況下 那個時候我 我今天院長我也跟馬總統講 我說你要我來當院長 我說我並不見得是最好的人權 因為院長最好是找一個比較政治性的人物 我完全不政治性 所以你找我這樣一個人來當院長 我說你心裡要準備 我是以一事無成當作起點 所以只要我在一事無成之上 有做出一點事情 都算是額外的成績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在我手上 也通過了大概十幾個法案 那那些法案中間 有些地方我也認為是 對年輕人甚至是蠻關鍵的 隨便舉吧 譬如說像這個公司法 我特別修一個叫做必鎖型公司 我想搞不好大五還沒有這種心態 那必鎖型公司事實際上是適合新創公司 現在年輕人喜歡創業 那必鎖型公司的話 你可以讓原始股東 我不是每股都十塊 我可以後來的股東 你要入股的話每股十塊 但是我只要公司上才寫清楚 我創始股東的話 我一股值一百塊 一股值一千塊都可以 這是隨便舉個例 然後另外也有人講說 是中華民法104年來都沒做的一件 稅制合理化 房地合一稅 那個其實是加稅 我也讓它通過 那個等於是為台灣長期以來 房地這種稅制 分離不合理的這種情形 把它做個解決 另外好像像長照服務法等等 像這些大概 我把它通過了 連我的老闆都覺得說 你這個可以通過 我想大概就是 只能這樣回答 即將畢業的學生 怎麼去利用 培養自己的事 讓自己的生涯發展 或是怎麼讓 可以對於這個社會 有更大的貢獻 就以這個公司來講 MAO公司來講 我覺得 你剛入社會 剛離開學校 或在學校裡面 你該下功夫的是 M跟A OK 先不管三七二十七 你先鍛鍊自己的M 讓自己有這個意志力 你要Do something 要讓自己的Life make sense 要有這種決心 那另外一方面呢 你要培養你的能力 所以培養能力這一塊 最近一般的大家說法說 你要想辦法培養自己 變成一個T型的人 T是有寬度 有深度 那 我相信也有人會講說 T不夠了 最好是個Pi 你又一個專業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第二專長 這樣的話 你的人生 就可以有更多的 變化跟選擇 所以 在 剛剛進入社會 進入社會之前 我剛剛進入社會 先從這兩個下功夫 我想應該沒有錯 那至於O 我會覺得 有些時候不必 那麼急於去尋找O 或者說去創造O 那個 一段時間以後 你會有時間會有機會 OK 好 謝謝 謝謝 我會覺得 找一段時間 我會不會做的 我會想看 你會不會做的 我會想看 可以做的 我會想看 你會想看